请 夫人 您起来了 都军呢 都军一早没来得及用餐 就和城府官出去了 给我让开 我要找萧红叶 滚开 住手 你是谁啊 我是谁 如梦 你飞上枝头了 激烈也变差了 这位小姐 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我是顾梦 我不管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给我滚开 我要见萧红叶 红叶不在 你还是请回吧 红叶 红叶也是你能叫的 我们是夫妻 自然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你这个小贱蹄子 如果不是你 红叶哥怎么可能不爱我 我杀了你 红叶哥自然就是我的了 住手 沐儿 红叶哥 他也有什么事 我杀不了你 承命 交医生 是 医生 怎么样了 经过检查并没有什么大事 但是还是得先给他退烧再说 不然这高烧总是退不下去 人即便醒了 脑子也会烧坏掉 那接下来怎么做 先给他用冰符降温 我再开点药 内外兼施 好 辛苦 敦萱 你 我两家的血还甚至我一刻都不敢忘 你放开我 小五月 两年前你杀我满门 我怎么可能 我能干掉你 这辈子 我们就这样了 如梦 我萧狐夜 此生非如梦不去 萧狐夜 你要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是你杀了我全家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松开他 所以你就背叛我 滚 莫 少已经退了 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我没事 你没事就好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萧嫣 你会永远跟我在一起吗 我发誓 我绝不会松开你的手 三 二 一 你这位小剑蹄子 我是杀了你 那一个字两就是我的了 你 你我两家的血海 甚至我一刻都不敢忘 你放开我 萧狐夜 赶紧叫你杀我满门 我怎么可能要两天 所以你就背叛我 这辈子 我们就这样了 调令落车 独行怎么了 难道这调令 有什么问题 调令没有问题 我只是怕这次 不会走得那么少